你说什么 海军报告说 他们在江阴紧紧扣留了 两艘日本的小商船 宰在江面之上 这崩的舰船难道就只有两艘 掏出江阴要塞的日本舰船 大约有三十几艘 你还稀骗 奶奶的 哪个不要命的敢跟我玩这手 报告 代志人 这是刚刚在院子里 什么内容 念我听听 委员长 我们破译了日本特务机关的密电 日军已经得知了封锁江阴要塞的军事情报 正在抓紧转移长江上的所有舰船 本想及时告诉 怎么不念了 告诉谁啊 告诉代主人 可是被警卫拦截 在承送国防部 又被拒之门外 我们在南京整整待了近二十个小时 还是没有任何部门愿意接受这份情报 只好以这种方法投递到府上 不知您能否见到 赴破译的情报本稿 苏敏呢 几个为国效劳的人 云农 你看看 这才是我中华民族的精英啊 赶快把他们找到 我要亲自接见 是 王姐生怎么说 三十多艘船全跑了 我们还是晚了一步 最高军事命令下达不过二十个小时 日本人就顺利地转移走了 长江上几乎所有的舰船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肯定是他们自己内部出现的问题 而且问题极有可能出在最高层 一定要救出这个家伙 党国腐败啊 我们连一封信都递不进去 我看就别操这份信了 明天一早 我们就回上海 这可不像你马云飞啊 我真的是不想再趟这个浑水了 我们兴业兼程的赶到南京来是干什么 我们一箱热血的换来的是什么 这到底算怎么回事啊 参加最高军事会议的也就那几个人 欧阳 你现在说什么我也听不进去 我我出去走走 可不得我没见过你 小姐对这里很熟悉 那当然了 我是这里的女招待 姓廖 那幸会了 廖小姐 这么说 马先生是个买卖人了 算是吧 可是据我所知 这地方不接待买卖人啊 那得看是什么样的买卖人 那马先生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这个嘛 商场上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不和女人谈买卖 尤其是漂亮的女人 马先生真会抬举人 我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女招待 小廖 你的电话 来了 马先生 再会 再会 这么时髦的女人 手里却拿着一顶男人的礼貌 云飞 云飞 干嘛 你是打算跟我回上海呢 还是留在这世外桃源里尽情逍遥 什么意思 不是说好了明天回上海吗 我看你是被什么东西绊住了吧 我被什么绊住了 这次啊 放心好了 全包在我身上 天上有个酒 这位小姐 小姐好漂亮啊 喝酒不老实会噎着的 小亮 来 外面有人找你 谁啊 说是你姨父 那我去去就来了 哦 姨父 什么事儿 夏全 你姨妈的病啊加重了 很危险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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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危险 你不敢来这里 情况紧急 我只能来 这个说话不安全 走 哦 你说 是这样 酒精少佐很着急 因为 你有段时间 没有跟他联系了 让我问问你 到底怎么回事 电台没修好 少佐 要你在上海跟他见面 明白吗 嗯 我明白 这是我的助致 把电台送到我那修理 我知道了 告诉他 我会对加小心的 另外 根据我们的警报 已经有人在跟踪你了 你要特别小心才是 跟踪我 对 还是小心为上 我先走了 我倒要看看 谁敢跟踪我 Não忍不住 还是 我 不是 让你 完全 我哪儿都不舒服 老李 是你呀 回来这些日子 我是指纹其声不见其人 我这不是送上门来了吗 老周啊 我昨天电话里托付你的事 把听清楚了吗 你的判断是对的 今天上午 有人又往江湾那边运送 高标号的水泥了 而且量很大 怎么说 他们的机场建设 已经开工了 是早就秘密开工了 现在不过是加强人手 日夜加班 照这个进度 工期会再进气完工 它的规模有多大 可以起降三陵重型火鸟 我想知道 能起降几只火鸟 目前还不清楚 另外 日军第二舰队 二十一艘军舰 正在向上海开拔 估计几天以后就可以到达 二十一艘 是这样的 而且 长谷川清的起舰出云号 也没有离开黄埔江的迹象 我担心的不是我们的军队 而是我们的装备 先生 这毕竟是一场战争了 以后我们的工作 是更加困难 也更加艰巨了 杰平 请向你的几位朋友 转达我的问号 斗争形势越来越复杂了 我们的联络方式 也需要进行调整 今天几号 八月十三号 等吧 我们下次联络的时间 现在大日本帝国的军队 已经进入上海了 我总算又可以穿上 这漂亮的和服来见你了 真美啊 好一个灯火飞黄的夜幕 云子 我今天特地请你来 就是让你欣赏了 这灯火辉煌的景色 能和你一起欣赏 这动人的夜晚 我深感荣幸 好好欣赏欣赏 这景色吧 等你下次回来 我们就不会 缩在这条破船上了 我会在国际饭店的 最高层西餐厅 为你接风洗尘 我不要你为我 我只要你陪着我 就像现在这样 不论你 穿什么穿 挫天海 难道你不喜欢 我身上的香水味吗 这可是正宗的巴黎锅 巴黎 上海这个东方的巴黎 现在不就在你的眼前吗 是啊 只可惜没有音乐 难道这样的音乐 你还不满意吗 中国的军队真是不堪一击 过不了几天 上海就会落到我们手里了 岂止是区区一个上海 到时候 整个中国 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 果然是火鸟 八十七师打得很好 只是他们装备太差了 奸船力炮历来就是日本人的赌注 这一点 四十年前的中日甲午海战 就已经暴露无遗了 遗憾的是 这个国家的银子 都中保了军阀买办的死囊 这算什么 我们这些人不是来看热闹 租壁上官的 外面在激烈战斗 我们这些军人出身的人 却躲在租界里当御公 何奸 要干很容易 去战壕里剪支枪就得了 没有人会拦着你 可这不是我们聚在一起的目标啊 难道我还需要跟你多说些什么吗 欧阳说得对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如果战事的发展对我军不利的话 上海必然就会成为第二个北平 也就是说 今后我们的战场不是别的地方 而是敌人的心脏 老阳 你看看 谁来了 余先生 你可是须客呀 上下 选择这样一个炮火连天的时刻造访 是非于谋人的本意 请原谅 余先生 楼上请 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 是你啊 何副官 没错 何剑 何剑 当初就是他带人抓的我 害得老子差点让姓戴的要了命 没想到会有今天吧 何剑 你想干什么 我现在就想杀了他 我 疯了你 何剑 不许你胡闹 余先生是我的客人 不好意思 余先生 请 想想 当初也不能全都怪人老狱 谁让咱哥们对爱情这么执着来的 燃燃吧 姓马的你少跟我来这一套 无可救药 何剑 好了好了好了 来 消消气 这都是什么事啊 要我命的人 成了座上宾了 按照中共的说法 这应该叫统一战线 能和你一起参加这场伟大的胜战 我真是太激动了 云子 过两天 你又得把这身漂亮的和服换下来了 为什么 你这次返回南京 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什么任务 我想要一个人的脑袋 戴老板的眼中 也容得下我们这些小人物了 坐 去年这个时候 你们复兴设特务处的人 可没少找我麻烦呀 小小 那完全是一次误会 不是误会 是暗算 事实的真相是 姓戴的怀疑我通共 却又查无实据 所以才和何应亲摇好耳朵 把我清除出国防部 这件事我也只是事后才听说 当时我正在昆明养病 如果不是我的老爷子 在委员长面前还有点面子 我恐怕很难在这里和你说话了 我今天来还真与委员长有关 这是你们写的吧 委员长看了以后很受感动 他要亲自接见你们 区区一介草民 怎么敢领受如此的恩宠 老鱼啊 一下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哨兵 就敢对我们要喝溜了 一下是我们又大惊了龙驾 我还真是不明白了 少校 赶快收拾吧 车还在外面等着呢 罗亚少校 委员长对你们寄望很高啊 我的意思是 你们是不是愿意划归上海战 不是我不给您面子 我们这些人当中 有的已经加入了别的国籍 而且在国外定居了多年 是这样 其实这也并不妨碍 我们事先有过约定 以现在这样的社会身份 做起事来会简单些 当然我们也可以和上海战 保持联系 只要是为了抗日 这样也好 若即若离 互通有无 这样吧 上海的战事正经 你们现在南京休息两天 你们要的东西 我已经安排人去办了 那东西我们已经搞到了 谢谢 看来欧阳少校是想互不脱欠 我是怕还不清这高利贷 好了 我还有个会议 就先行一步了 自己多保重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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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再见 来 看来 我 惠紀 我答应他们呢 马云飞这小子怎么转眼就不见了 人家在执行特殊任务呢 不过你放心 有人在盯着他呢 小姐 再来杯酒 廖小姐 马先生 真想不到 这么快就又见面了 我能请你喝一杯吗 对不起 我在工作 是我糊涂 打扰了 廖小姐 几点下班 我等你 不好意思 今天晚上我有事 马先生 你的手可够快的 是这样 我胃不舒服 就先回来了 依我看 你的病 好像不在位 我真的是胃不舒服 不信您给我耗 中国有句古话 想必您应该知道 什么 狗改不了 试试 高涵 云飞 你来一下 我有话要跟你说 好 这么说 戴笠那边 你是一口回绝了 我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 也好 这帮家伙不好缠 你 云飞 看来我们还得在南京住上几天 你还是抽空回苏州看看吧 不 我不能就这么回去 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你不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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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呀 今天有点累了 阿黄 比不上你儿子呀 姚前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人家只是跟你开了个玩笑 你还当真了 怎么了 你还真吃醋了 你还真吃醋了 放心吧 我的心里只有你 只要你关好你那个宝贝儿子就行了 小泉 你答应我 千万不要勾引阿胜 勾引 我哪有那么大魅力呀 不过 你家黄歌掌是有点不安分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要是 要是他也进来了 那我们皇家可就 你今天是怎么了 上回的事情不是很平静吗 那这是表面上的平静 雅全 我心里明白 再这样下去 迟早会出事的 阿黄 你这还是信不过我啊 哼 不过 谨慎一点也好 最近温泉盗带索 经常有不明身份的人出现 你帮我查清楚啊 这没问题 这是给你的酬劳 美金 数数吧 你现在可以说是人才两得 跟我们合作不吃亏啊 我反正已经是这样了 只要你 不为难我的儿子 这 我自己能俩 怎么回事 我自己给你 还是不再生意 你太不在了 我自己是 我自己的 你 你 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 你 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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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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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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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惊不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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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脸色可不够好啊 如今是什么年月 气色能好吗 对了 圣儿 过几天 你替我回趟福建老家 去看看你妈妈 爸爸 你不如说下个月就把妈妈接到南京来吗 请 目前这样的形式 我怎么还能做出这样的案子 放着醒来 你无事小心点 啊 孩子 放心吧 我去去就回来 喔 平时啊 平时 都关系关系你妈妈 哦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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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简直是疯了 他们难道没有看清楚大英帝国的旗帜吗 我的天 他们要干什么 你说什么 委员长乘坐的汽车 在嘉定附近遭到日积的轰炸 律劳 那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